哇 哇 感恩 哈啰,大家好,我是Elly 今天就和大家冲出伦敦去到牛津看楼了 而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间屋是一个三层五房 2858尺的超级大宅 大家现在身处的地方就是第一层 就会有kitchen area 隔壁会是吃饭的地方 然后延伸出去就会是你的花园 你可以看一看这里的环境非常漂亮 我记得有朋友和我们看过 就说他说那个户型的时候 就觉得,咦,这里有少少irregular 好像有一支怪 所以跟大家去现场看一下 你就可以感觉到 其实因为它全部都落地玻璃 所以看上去其实都挺工整的 这个厨房里面当然是很足够 因为这里是五个人的 中间我们会有一个island 而它用的石面也是叫做season stone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就是海鲜石 所以其实是非常漂亮 质感很好 而且也很耐用 在这里特别要提的 除了它所有的厨房的电器 都是fullly fitted之外 它因为考虑到你是有五间房 相信可能你都会有比较大的家庭 所以它配备的是有一个直身的fridge 然后还有一个配备直身的freezer 这个我觉得不错 另外除了有很多的储物空间之外 也有一个wine cooler 在这里 可以让大家有时候少着两杯 转过去 你能看到的就是一个好像family area 但这个不是你真正的客厅 楼上还会有一个客厅和连着这个平台 过来就会去到你吃饭的area 虽然觉得它好像不是方正 但我觉得它这样的开则 是会令到你很清楚 一边是煮食 一边可能坐下休息 一边就吃饭的area 放了一个八座的餐桌都没问题 然后延伸出去 就会是你落地的玻璃 那这个是线门来的 那我教下大家怎样开 那你首先可能就要开了这里 然后这个位置其实要是推出去 那你这个位置就推出去 那你就可以很轻松地 把这个线门完全打开 如果你是在夏天 BBQ的话就最正了 它有patio的地方 然后会有你自己的花园 toto这里是有六间的五房大宅的 每一个的garden size set都会有少少不同 而这里也都看到你的平台了 上居有个Torace 然后我们就上到一楼了 toto有三间睡房 再加一个living area 那我们先看客厅 在客厅里面 它放了一个L字形的大梳化 完全没问题 而且它是用全落地玻璃的 我觉得它们非常之 好这一种设计 因为你外面有很多绿化的地方 如果你不用全落地玻璃 就浪费了些景 那看出来这边呢 就是树木景 如果你去到一间屋的 另一边呢 就会是湖景 那这里呢 会有两间比较大小小的double bedroom 那其中一间呢 这间都重要不是主人房 你看看多宽敞 这间房其实真的非常之大 你看到你现在放了一个商人床 那你周围都很多位 其实我觉得你再放两三张床 都还可以 也有一个洗手间 而这里外面呢 就有一个我们叫做 Juliet balcony 那你站在这里呢 两队窗都可以开的 你站在这里呢 就可以欣赏一下外面的环境 如果有些小朋友走了 不知道不回来吃饭的话 你就可以大叫了 在这边看过来 你就可以看到 这间房间有多宽敞 除了有衣柜 而且是有自带卫生间的 它里面呢 大部分呢 因为你这个是五房的独立屋 所以这里 它大部分的洗手间呢 都是名次来的 这间房 我觉得已经很主人房的 所以你上到我楼上看 那间真的主人房 就更加惊讶 另外一间房 它也是大的 如果再加一张书桌 都完全没问题 那这里呢 都有两个Lostate玻璃了 另外一个这间房的特色呢 我相信是这个位 因为你上到楼梯间 你不会觉得突然间暗了 因为它有一个斜的天窗 因为它其实 屋顶就开始有斜顶 这里还有一间小房 单人房 或者可以做书房 好 事不宜迟呢 就去看最后两间房 看到这里呢 两间房 为什么有三对门呢 我相信大家 看楼梯多都知道了 肯定有一间是用来 Storage 或者Utinity 那些 这个是什么来的呢 没错 每一间房屋都配有 太阳能电热板 而这个 就是用你的solar panel 嗯 接着还有很多位 哇 哇 这样 这里 可以用来 放罐头 公仔面 那些 或者那些 I don't know 在最顶这一层 我们有两间房 第一间呢 是一间 Double Backroom 最后跟大家欣赏的呢 就是 主人房 主人房也挺大 一边 全部都是你的 Walking Wardrobe 的area 再过来 这里呢 会有一个 自己的自带卫生间 而它呢 全部都是Fully Fitted 因为它是斜顶 所以你会发现 顶部 那些摆的位置 我不知道你能看到 在我镜头里面 但是呢 其实上屋是斜的 下面那些 衣柜的挂架 已经做好了 给你了 它用的颜色 比较柔和一点 而你收楼的话 除非你买这间 仰白屋 otherwise 那些墙 全部都是白色墙楼 而我们这里 就是你的主人房 除了它的空间足够之外 最主要就是它看出去 就真的是一片树林和湖了 所以环境都很漂亮很漂亮 世界名城牛津超过900年历史 2020年人口约15万左右 是一个很成熟的小区 根据CNBC2019年一项调查 以就业率 工作前景 生活质素 可负担楼价等 评选英国最佳居住和工作城市 牛津连续四年排行第一 以工时短 交通便利 高科技人才 三项都是为之领先 牛津也是非常之方便 牛津铁路站 Ostford City Station 坐铁路直接到伦敦 是不需要转线的 Ostford去到伦敦 大概47分钟 每日有116班 如果你预早买票的话 每程可以低至7磅多 那你现在看到的就是Summer Town 在Mosaic 你开车去到Summer Town 买东西吃东西 其实只需要7至8分钟 而且Mosaic的好处 就是附近有一间非常大的Hospital 所以你的邻居随时都是医生 大概在Mosaic 駕车去到Town Center 12分钟左右 那你就可以在这里 见到我们的大街 在这里 你除了见到 在你幻想之中 英国应该要有的商店之外 其实在Ostford 都有很多是 华人的野食和购物的地方 例如它有很大的中超 可以喝Bubble Tea 也有很多中餐 可以给你选择 今天介绍的Mosaic 是由Hill Residential 开发商打造的 亦都是它 那么多楼盘里面 最旗艦最漂亮的楼盘 现在正在开售的 就有8间的4房是2200多尺 和6间的5房2800多尺 由起价是90万左右 如果大家想调解更多 就可以和我们联络 如果今天这段影片你喜欢的话 记得like share和comment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